黑寡妇这部电影让全球的漫威粉等了两年多的时间,从2019年的迫不及待到2020年的寒泪等候,再到如今恍惚之间响起,黑寡妇突然发布了新的特辑。 自家里约翰逊站在镜头前表示,那塔莎罗曼诺永远是我们的英雄,回忆起了黑寡妇一路以来的艰难历程,把解从当初电影中的看似秘书的花瓶,到如今复仇者联盟中最能打的女将,群演出道,如今也拥有了自己的solo电影。 在特辑结束部分,自家里约翰逊称这是你在等待的东西,不少国内影迷都在猜测,漫威一声不想放大招,很明显就是拉拢人气,为定档做准备啊,特辑已经有了,那国内定档的消息还会远吗? 黑寡妇这部电影从2020年3月跳跳至今,漫威粉不知道多少次流泪接受她改当跳跳的事实了,其中最让大家期待的,除了寡姐出道之前,在进入神盾局之前的练习生岁月,还有的就是在黑寡妇电影中,黑寡妇会碰上这一辈子最大的敌人模仿大师,不少朋友都在猜测模仿大师也会是一个妹子,这一次三代黑寡妇同框,苏联队长现身,漫威加中了筹码, 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这部电影呢?